議員都是一鞋不如一鞋 激怒他,然後就一直吹下去 他真的很容易會死 那你看看鄭若驊,就是吧 我跟建制派議員有聊天 就說現在無論是泛民或建制 議員都是一鞋不如一鞋 包括官員也是 質素、質素、能力、溝通、技巧 薑真是越來越難 我發覺這兩年 在立法會回答問題是容易了 因為經驗拿到 他已經可以捉到爐 那議員會有甚麼跟進問題 你們問的時候,我就會小心 不是說認識,只是你摸熟了 還有,孫光,你的EQ好 我們都不知道你心想不想 你沒有表情 有甚麼表情 有一件事,我發覺 議員是未必看完所有文件 所以你全面的簡介 選完好,因為他不知道你會問你甚麼 因為他根本還未看文件 所以當面有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就是最容易過關 一響都是這樣 我從來都看文件的 我不會叫我助你給我看圈 你都知道哪幾個議員不看文件 他站起來就知道他有甚麼表情 沒有科 根本有些 聽完你說就問你那些 就是他不看文件 所以越短越好 所以有時候你要引導他問你 哈哈,多高 這麼高 這些是高深的 這些我未學到 做官有些少許多 因為他問的問題 如果文件已經有 你提一提這件事 他暴露自己未看文件 他們有心理壓力 但你要小心 你不要那麼直戚 那個議員能夠接受的程度 是啊 你簡直擺明暗示 我沒有看的 你… 其實已經差不多明示了 哈哈 哈哈 即是說你沒有看文件 就是激怒他 嘩 激怒他 然後就一直這樣 你怎會這麼笨 真的說這些話 哈哈 我跟一個新局長 剛剛外面進來的 就是我跟他吃飯 那我就說 你外面進來 又不是公明如出身 又不跟孫公這些 Grad也說區議員 都浸了一輪 在政黨裡面 那麼 政府有沒有跟你做些briefing 訓練一下 我們那時候有的 副局進去的時候 有個訓練班 有個嗎 2008年的時候有 他找一些AO 跟我們訓練一下 你訓練一下 即是答問的 有沒有 都… 我記得都有的 有幾個答問 有的 但是局長有沒有 局長有沒有 因為我做局長的時候是個別的 不是一班人 你局長反而沒有 我只是你先 局長的時候我是因為Rita的問題 所以我不是一班人做 因為那時候 每個人都要去救火 但是如果你想在外面找一些新人 又來做局長 你一點都沒有給他 很容易拿東西 你馬時刻不是拿東西 你見不見 馬時刻拿得很金 現在有很多資格去做的 但是你那個人又說他 又說他 又說他 那不肯進來做 那更加要做這個 那哪有時候的 你換街了 6月30日 7月1日要上班 即是太急了 不是啊 你想想 你哪有時間給他 就算7月1日上班 都給他訓練 怎麼訓練 你立刻要去立法會 我是給他訓練 即是我們局長的工作 就不是去訓練 你局長也給你的 即是我們做開事務局 給你的 不是CNN工作 你那些當然 當然 你的馬仔要告訴你 有什麼 你怎麼記得這麼多 你已經第一天 你要Functional 是嗎 即是沒有支用期 但是你說一個新的 外面 完全是新進來做局長 你什麼都不配備他 他真的很容易死 那你看一下鄭若驊 就是了 是啊 你想想鄭若驊 多辛苦 才找到鄭若驊 但他自己的私人問題 還沒解決 有很多人有這些事情 你們就懂得說 如果你去做的時候 所以人家有很多不肯做 就是怕不知道有什麼畫出來 新進來的人沒有這個經驗 誰知道你十年 傳媒很有經驗 議員很有經驗 所以進來就好了 我比較特別 我進入的時候 因為我是民建聯副主席 有一個磨合期 其實政府的同事都不知道 怎樣和你磨合 因為你是政黨進來 那段時間我花了很多時間 你有沒有退廣 不是退廣 我退廣 我副主席的位置 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概連半大家才磨合 剛才我進去 有一天 我看calendar 就看到Fred開會 就說 Prayer 我都知道他是紀錄圖 我真的厲害 每天早上九點鐘都祈禱 是九點正去祈禱 原來是說我們的祖套會 每天跟司局長開會 叫做Prayer 我說真的很厲害 Fred 真的很佩服你 祈禱九點鐘 原來是九點鐘去開會 其實他全部用了檢寫 你不知道 看完郵件都不知道 是說誰人做的什麼 我還記得我問秘書 究竟USCD是什麼人 有個人是你 Und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誰知道你進去 第一天都會成宅 這是什麼 我有很多字 例如KIV KIV Keep in view 就是看著這件事 COP給你 COP等於close up play 就是收工錢給你 所以很多事情你是不明白 一段時間你會知道 我當然記得 我記得 我有一次拉布 我自己都忍受不到我的拉布 開始有一點笑出來